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歡迎你來到我們今天早上這個《色經討論會》 我們現在在這個主題就是聖靈充滿,都是一個比較大的主題 因為內容很多,有各方面的資料,如果大家有些問題,有哪方面你想我說的,你可以詢問的 我已經將那個資料在WhatsApp群那裡傳給你,如果有些人沒有的話,你現在不可以傳給我 如果你找到Michelle的或者其他組員,你問她,將那個再傳給你,應該個個都收到了 好,我們這次繼續說到分辨這些名詞 對於聖靈充滿的名詞,讓我們能夠明白,我們講到聖靈的時候,講到哪一方面 因為有很多時候,很多人就不用了被聖靈捉我,經歷聖靈和聖靈充滿 是,偷亂了,他們在某一個聚會,經歷聖靈 經歷聖靈,其實有很多種的,就是說 當我們祈禱的時候,有經歷平安、興省、安慰、醫治,這些就是經歷聖靈 被聖靈捉我的意思是類似的,就是被聖靈感動之類的啦 感動我們的心,好了,然後聖靈充滿是另一件事來的 聖靈充滿的意思是什麼呢?是長時間保持與神的關係 這個是聖靈充滿,這一點我們需要很清楚的 就是因為有些人呢,他們經歷過聖靈 但是以後呢,又不懂得保持喔,這樣的時候呢,他就不可以說我是聖靈充滿 他只是說我曾經經歷過聖靈,事實上有很多人是經歷過的 但是呢,是沒有,就不知道怎樣保持的 所以呢,他們是經歷過的,但是不是聖靈充滿的 聖靈充滿我的定義是這樣的 第一就是,同神有密切的關係,高度的密切的關係 第二呢,就是自己祈禱的時候呢,能夠隨時經歷神的同在 他的平安、興省啊,我幾多樣經歷呢,這個就我不會定義 比如有些人會感受能力啊,感受喜樂啊,愛啊 那每一個人不同的,但是呢,總之他祈禱,他可以經歷到神的同在 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為人祈禱的那些人可以經歷 這個是另一個層次的聖靈充滿,就是說他為人祈禱呢 他會見到有些人經歷聖靈,那這個就是我會說這個就是聖靈充滿 就是說,神的靈在他身上的同在,強烈到可以去為人祈禱的仇 他們都經歷到聖靈的同在 好,那我們這次呢,去第五那裡了,聖靈的洗 那麼,在這裡有兩處經文,指徒人轉一章五節 一看是用水師洗,犯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然後司徒人轉十一章十五節,我一開講 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如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若看是用水師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對於這個聖靈的洗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認為是信耶穌那時候有聖靈的同在已經是聖靈的洗 那這個都可以的,不過在聖靈裡面有講到呢 有些情況就是他們就開始講謊言,又說語言 那這個呢,聖靈的洗是很明顯是更加強烈的 那通常來講呢,就是在五秦中聖靈的,或者是寧恩派 那兩樣是不同的,五秦中和寧恩派是有分別的 五秦中呢,就會是強調聖靈的,會講到聖靈充滿 還有呢,聖靈的洗,並且呢,通常來講是強調到聖靈的 第一個跡象是講謊言,這個是他們的定義 因為呢,在聖經裡面有例子 當試圖去為他們祈禱的時候,他們就即時講謊言 但是我就覺得,在這兩個情況,在以弗所和撒馬利亞 那兩個地方的人呢,就開始講謊言 按手在他們身上,他們就開始講謊言 不代表以後每一次人大大被聖靈充滿 就是我自己的定義呢,聖靈的洗就是第一次的被聖靈更大的充滿 就不是聖靈內住,但是在比較傳統的教會呢 他們就會說聖靈的洗就是,總之你相信耶穌有聖靈的同在 他就是有聖靈的洗了,其實通常他們都很少用這個字眼的聖靈的洗 那麼呢,在五秦中呢,他們通常就會是說 那個人開始講謊言,就是有聖靈的洗 就覺得這個是第一個可見的跡象 這個就是五秦中的教會的看法 是基於在使徒行傳,第一就是在五秦節那天 他們開始講謊言,另外就是試圖去到撒馬利亞和以弗所為 他們按手祈禱的時候,他們都講謊言 所以就說呢,講謊言呢,就是聖靈充滿的第一個跡象 那麼我自己就覺得,這兩個情況是這樣 代表以後都一定是這樣 有些人很強烈經歷聖靈充滿,也都是生命很大更新 並且帶著能力去祝福人,但都仍然沒有方言 我自己有個例子,就是我自己呢,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為什麼說聖靈充滿呢,就是因為我真的 之後祈禱,我祈親吐都感受到聖靈的能力 還有我為人祈禱,我們的教友祈禱 是很多個經歷聖靈的臨在和祝福改變的 那就是說,神的靈在我身上是強烈的存在 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我才開始講謊言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一件事,聖經裏面的教導 聖經裏面的經文,首先有些是歷史性的 即是歷史發生的事 歷史發生的事可以成為我們的參考 但不代表一定以後是這樣發生的,這一點很重要的 聖經有神學性或教導性的經文 譬如耶穌應許信靠他的人有活水的光河從他腹中流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應許,是會時時都發生的 每一個真信耶穌的人都會發生的 那這些就是神學性或者教導性的經文 或者保羅講到怎樣得救啊,得救的果子啊 這些都是教導性和神學性的經文 但是有一些歷史發生的事 在新約都很多的,譬如說 他們看上去他們身上,他們就講謊言了 那這一次講謊言,是不是以後 每一個人經歷聖靈的世都必然是講謊言呢 那還有其他例子,譬如在舊約,掃羅去到 薩姆爾那幫先知門徒那裏呢,他就受這樣說話了 那這件事是,不是時時會重複發生的 就是有些歷史上發生的事 或者在五旬節那天,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 這件事,他們有聽到風聲啦 然後呢,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是,不是一定是,就是這種情況是繼續發生的 就是事實上很多人一路祈禱未必會發生 那另外,譬如初期教會他們祈禱地大震動啦 寶羅坐牢的時候那些鎖鏈全部都掉下來啦 解開了啦 那這些是曾經發生的事 不代表以後都一定是這樣發生的 那這些就是歷史性的經文 歷史性的經文,譬如好像以色列出埃及過洪海 這件事是,不是一定以後有這樣的情況都會 洪海都會開的,這個是神一次性的工作 那有時有些就是,就是看當時神這樣做法 那我們要分辨這些,到底是以後都發生呢 還是一次性發生,或者有時發生的事 那這個就是,就是那個決定哪些經文 是可以要來判斷神學 決定神學,就是說,需要有經文有神學性的 或者它是解釋真理的經文呢 那我們就知道它所說的,是會重複發生的 就是譬如說,扮被聖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那這個呢就是,聖經講了啦 那這個是一個,講出一個真理 不是講出一個歷史的事實 那而五秦宗教會呢,他們就是用這一點 那五秦宗其實是好的,就是我不是說它不好 不過只是說呢,他們在這件事的判斷上 它就根據以前是講謊言 所以它就以後定義了講謊言 事實上我見過很多人講謊言 真是不像我所說的,是帶著聖靈的能力去祝福人 也都其中一件事我很反對的 就是有些人呢會教人講謊言 他會叫人,你嘗試講啦 講哈利劉亞,講得快點 講得越快越快越好 講講一下呢,你就會轉了做其他的說話 是你不明白講什麼的 這個就是謊言 那這件事呢,我真的覺得 不是一定是可行的 有時候人真的可以,他講講一下 他講得,就是講得不清楚 講講一下呢,轉了它發聲,它就以為講謊言 所以我自己來說,我是絕對反對人 就是說呢,講謊言呢,就是可以學回來的 有時候有些直接叫你模仿 或者叫你,你放心講啦 你放心講就是謊言了 那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呢,是沒有聖經的支持的 那我就覺得是,就是有些人做的事情呢 他們不是去想一下,聖經怎麼講 他只是呢,覺得這件事可行 因為真是可行呢,可行不代表他更新的 因為都有很多人問我 他說呢,我曾經參加一個聚會 那我在裡面呢,他們就叫我們放膽去講謊言 那我就講了,不過我都不知道我現在是否在講謊言 那我自己會說的 但是,如果是真的謊言,而你又學到去愛慕神呢 在講謊言的時候,你是會更加經歷到神的同在 那但是呢,有些人講謊言呢,真是好像 只是口口口口說,那到底他的生命有多更新呢 他有多帶著聖靈的能祝福人呢 那這件事是,是我質疑的 也都我見到有些疑問 那所以呢,我自己是很反對任何人 叫人放膽去說謊言,我覺得當一個人親近神, 注目在神的身上,我鼓勵人,愛慕神, 深信神愛我們,專心愛神,當我們專心愛神的時候, 神的靈可以淋在我們身上,在某一個程度, 可以我們開始說謊言,或者經歷聖靈的能力, 如果那個次序有時,不是一定跟隨這個次序的, 有時不是一定先說謊言,或者是哪一件事, 反而我發現最多人的經歷是什麼呢? 平安、輕省、感動、愛、能力,這些是比較多一些的, 說謊言通常都不是即時會發生的事情,OK? 好,關於我剛剛所說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我先講到對於聖靈的洗,我的看法, 我覺得聖靈的洗是第一次的聖靈充滿, 我就會說這個人是更強烈的經歷聖靈的能力, 可以是平安、輕盼、感動、愛、能力, 依次更新、改變,可以是說謊言,不同的改變, 其中一些發生在他身上,也是更新他的生命, 之後他能夠保持到聖靈充滿了, 我在資料上也有傳說怎樣被聖靈充滿, 不過這個是我們遲些再說的話題, OK,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在這裡簡單講一講, 五秦中和靈音派的分別, 在經歷聖靈的群體呢, 通常就是,就是有兩大主流, 一個就是五秦中,一個就是靈音派, 那五秦中呢,就在1906年, 在美國龍省亞蘇薩街, 開始復興,開始做的那些中派, 那就是,這個就是五秦中運動, Pentecostal,就是Pentecost的字就是, 五秦節的意思,就是在五秦節正面降臨, 那這些教會呢,就是通常稱為Pentecostal churches, 那不是一定他的名字有講的, 譬如神教會是沒有講到五秦中這個名字的, 但是有些教會是講明是五秦節, 五秦中的教會是講明的, 那他們的強調就是, 聖靈充滿會帶來方言, 還有呢,他們也都是相信聖靈的能力, 聖靈同在幫助人傳呼音, 那他們就通常來講呢, 就比較,就是在五秦中的教會呢, 他們講到呢,是會多一些聖靈的, 多一些,那是在乎每一個牧師的, 還有他有受了多少寧恩派的影響, 寧恩派呢,就是其實有幾波的, 大約在一九五零六零代的時候開始, 就是有些人就強調淑靈的恩賜, 就各方面的淑靈的經歷, 就可以經歷聖靈來傳呼音, 還有呢,各樣的恩賜的運作, 那其中一件事呢, 寧恩派比較強調呢, 就是邪靈的作為, 我們要對抗邪靈的作為, 要跟它打仗, 那這件事在五秦中教會呢, 就比較少講這件事的, 在寧恩派呢,就會多一些, 講到就是說, 淑靈的攻擊, 家族就座,要清除一些家族就座, 還有有不同的practice, 一些不同的做法呢, 是他們加入了下去的, 就是其實近期的, 我們見很多網上, 或者是實體的聚會, 有很多都是寧恩派的, 五秦中那些呢, 就比較少一些是, 做很多的公開聚會的, 做很多公開聚會的, 那些多數是寧恩派的, 就是很多時候強調, 兩方面都強調醫治的, 但是他們就有很多聚會做醫治的, 或者是做先知性, 就是先知性的運作, 也都是寧恩派的一個特色, 那先知性的運作呢, 就有時候, 就是說有些人呢, 他們領受到神的懷疑, 那他們就有很多講預言, 那有些聚會就會, 那些人可以排隊去領受, 那對於這件事, 那我的看法呢, 我就覺得, 是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是可以, 真是有些人是很強烈的, 這個是欣賜的, 那我自己都親自, 給人家祈禱呢, 他真是講出, 我當時, 因為在傳統教會經歷四年充滿, 就被教會攻擊, 而當時, 是有兩個人, 即時呢, 一個呢, 是直接主動走在我那裡, 就說是祈禱, 他就講出我當時面對的情況, 另一個是已經離世的, 劉竺川牧師呢, 他在他聚會有很多人的, 那然後呢, 他到我的時候, 他都講到一群群的人呢, 現在攻擊你, 是他, 即是一起到很快就領受到的, 那, 他們就會強調這件事, 我們講呢, 我覺得, 先知預言這件事的目的, 主要是, 建立天國, 建立人的靈命, 還有呢, 尋找侍奉的方向, 尋找復興的方向, 這個是我的看法, 不過有很多人呢, 他們是追求一個經歷, 還有個人的被認定, 即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經常都找先知的, 還有都有, 有很多人找我們, 麻煩你為我先知性的祈禱,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呢, 其實聖經跟我們講的東西, 聖經已經講了, 神已經講了, 你有罪的規蓋, 你遵從神, 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那個恩典, 聖經已經講完了, 你看很多人呢, 他就在這方面去尋求神, 就是說神, 我什麼時候我才可以, 有份工啊,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結婚啊, 就是有很多人呢, 尋求先知性呢, 就尋求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聖經是有講到的, 當我們尋求神的時候, 親近神的時候, 遵從祂, 祂是會祝福我們的生命, 但是有很多人就為了這方面, 就變成一種風氣, 就是有先知來了, 那些人呢, 就蜂擁去領受先知的信息, 那, 也都有時呢, 就是我都參加過, 因為我想認識, 我參加過那些課程, 他就叫那些人, 那你試一下, 你有什麼意念在這個心中出現, 你就說出來, 那, 就, 當時我, 就是, 其實我都經歷過有些人, 我發現, 他是操練, 但是有一個是傳造人來的, 他自稱為是, 是傳造人, 領受先知的方向, 但是他跟我說的是完全錯的, 完全根本不是我的情況, 那, 我跟他說的時候呢, 他有很大的反彈, 那, 他, 他當時說的比較奇怪, 他說你不要再打你的父母, 我從來都會打我的父母, 我從來都會罵我的父母, 我從來都會恩待他們, 我從來都會做這些事情, 他, 不知道他是怎樣, 怎樣有這個訊息, 就是, 這個就很, 就是比較離土的, 那, 那,有些那些操練呢, 他們就會在那裏, 就是說, 有些什麼意念, 你為這個人祈禱, 你有些意念的, 你就說出來, 那, 當時操練, 我又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不過呢, 不要當成一定收到是正確, 那, 就是, 在靈恩運動裡面, 比較多些見到的, 或者是, 講到邪靈攻擊啊, 家族就座, 怎樣除去家族就座啊, 這個, 就是, 這個就是五巡宗, 和靈恩派的分別, 那, 我自己站在什麼位呢, 就是, 我站在那個位呢, 就是聖經講到, 聖靈充滿是怎樣的, 我就接受是怎樣的, 就是, 人可以和神有很密切的關係, 可以呢, 經歷, 因為聖經有講到的, 經歷是聖經有講的, 聖靈將神的愛, 招貫在我們心裡, 我們可以經歷神的愛, 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耶穌就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叫勞苦擔重擔, 被人得釋放, 可以清省, 這個是聖經有講的, 這些是可以經歷的, 也是可以經歷醫治啊, 能力啊, 也都可以有能力為人祈禱, 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 你要奉耶穌的名管鬼, 這些是聖經有講的, 這些我就會做, 就是聖經有講的, 家族就座, 這件事呢, 那個經文是, 就是非常之有質疑性的, 那個經文, 其實我不覺得它是就座的, 講到呢, 就是在出埃及記那裡講到, 就是當人恨神的時候, 神就追討祂的罪, 至乎及此, 直到三、四代, 然後呢, 立刻在這個電腦裡打出來, 說出一個經文, 在出埃及記二十章五節那裡講到呢, 那是幾邪的神, 那就是, 恨我的, 我必追討祂的罪, 至乎及此, 直到三、四代, 然後呢, 愛我守我戒命, 我必向他法慈愛, 直到千代, 那就是恨神的, 神就追討祂的罪, 直到三、四代, 但是愛神, 守神戒命的, 就會發展到千代, 但是他們就說, 就算你愛神, 就算你聽神話, 你的祖先, 你的父母, 阿爺, 阿嬤, 如果他們有些什麼罪呢, 是會有家就在你身上, 你一定要為他們認罪, 你要斬斷這些的就座, 你才會脫離就座, 如果不是, 你會可能有些無疑無故的疾病, 有些不同的事情發生, 那, 我看這個經文, 就是神會追討祂的罪, 第一,不是說奏祂, 不是說奏祂, 我會奏祂, 直到三、四代, 是追討祂的罪, 就是祂罪的懲罰, 不是奏祂, 而接著的經文就說, 愛我守我戒命, 他就向祂法慈愛, 直到天代, 那所以呢, 聖經是講到呢, 就是愛祂的, 神就法慈愛, 直到天代,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人, 他的父母,阿爺呢, 是犯了什麼大罪的, 但是呢, 他愛神, 遵從神呢, 神就向祂法慈愛, 直到天代, 就會祝福祂, 那所以, 我就不覺得, 是會帶來呢, 就是, 我相信, 可以有家族就座, 不過, 解決方法, 就不是, 就去為那些祖先呢, 認罪呢, 就解決的, 這件事是聖經沒有說的, 聖經有說的就是, 我們愛神, 遵從神, 神就會施恩祝福我們, 這個是聖經有說的, 所以呢, 我就, 就贊成, 就是說呢, 你去找, 你那些什麼家族就座, 那些人就很害怕, 經常都去想, 他說, 為什麼我, 這麼多, 不好的事情發生呢, 我, 這麼多病呢, 他就經常都會, 想到家族就座, 但是他又不肯定, 我已經, 認了多少罪呢, 所以呢, 他就害怕了, 還不是害怕, 那我就覺得, 神是告訴我們, 我們, 耶穌已經除去我們的就座, 所以我們, 不用在這種狀況之下, 生活的,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 在靈恩派裡面, 有一些問題, 不過呢, 我也都這麼說, 不是, 不是真是靈恩派裡面的人, 那些牧師呢, 個個都是這麼說的, 反而是那些教友, 有時候, 傳這些說話, 也都有一些領袖是這麼說的, 就, 在《加拉太書》三章十三節那裡, 《基督紀委》我不受你的就座, 就贖出了你的法律救命, 即是已經救了你的就座, 那我會這樣說的, 如果一個人, 他, 他, 他繼續犯罪, 他是可以有, 罪帶來的懲罰, 也都可以被魔鬼去攻擊, 他是可以有問題的, 譬如有些人說, 會不會他的家族, 很多人都有癌症, 會不會是他家族的罪, 所以造成這些的就座呢, 那我不否定這件事, 我不肯定, 我不否定也都不肯定, 即是是不是他家族, 因為他們的罪, 所以他們有癌症呢, 連續有幾個人癌症, 有些可能是為全因子, 有些魔鬼會不會攻擊人呢, 魔鬼是會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說, 他家族就有魔鬼攻擊了, 所以他是, 他是要斬斷這些, 他一定要有些過程去承認他的祖先的罪, 然後呢, 斬斷這些的就座, 然後才, 他才可以脫離這些就座, 不會再有癌症, 那, 我自己就覺得呢, 那, 就是家族裏面的罪, 和那些不好的行為, 或者是, 譬如家族是犯偶像, 是會影響下一代的, 那, 他們應該斷絕了這些所有的, 犯偶像的行為, 和所有的罪, 或者是, 是, 祖先所犯的罪影響他們, 譬如他們容易罵人, 容易擔心啊, 說普遍的話, 批評他們, 這些他們是需要處理的, 如果不是呢, 祖先所犯的罪的後果都會跟著, 因為他們繼續犯的嘛, 那, 而最主要能夠脫離這些咒座, 聖經所講的, 如果是咒座啊, 或者這些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 最主要是親近神, 遵從神, 聽完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 也同時我都會這樣說的, 照顧好身體, 因為有時候癌症是因為它沒有照顧好身體, 所以呢, 身體就有不同的疾病發生了, 這些都是我們去留意的, 沒有什麼都說了是家族咒座帶來的, 那這個就是令恩派其中一些的東西, OK, 好,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這次我因為聖靈得洗, 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就在這裡, 我就順便講出, 典禁宗和令恩派的分別, 還有另一件事呢, 就是令恩派的聚會, 令恩派教會和聚會可能有分別的, 令恩派的聚會, 有時候大家聽到, 那裡有什麼令恩聚會呢? 他們多數講到呢, 是真的, 經文是真的, 可能一分鐘講完, 幾分鐘講完, 跟著呢, 就講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也都有很多是, 建立一些, 他們的神學, 根本聖經沒有講的, 譬如我試過參加過一些聚會,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又會解釋很多, 你見異像, 見到, 見到蛇代表什麼, 見到青色的蛇代表什麼, 藍色的蛇代表什麼, 紅色的蛇代表什麼, 你如果在, 就是在那個異夢啊, 他們解夢啊, 很多的, 其實在令恩派的特色呢, 就是很多發展去一些領域, 是聖經沒有講的, 他們有講到, 就是很多關於, 對於靈界的知識, 101, 201, 一直這樣講下去, 其實, 聖經沒有講那麼多的, 但是他們呢, 就會有很多的教導, 是聖經沒有講的, 成為一些, 好像, 你上一些課程, 一級級的教很多東西, 但是, 聖經沒有講的, 就是, 我想說的就是, 靈恩派有時候有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聖經是很不留意, 並且, 甚至呢, 如果我們強調聖經的時候, 他說, 你就, 驅禮於這些經文, 但是, 我就說, 如果, 神向我們啟示, 祂都是想我們, 就是聖經就是我們, 帶領我們的指引, 為什麼去跟從人的方法呢? 所以呢, 我就, 就不會, 聖經就是我的準則, 人所說, 我不知道它從哪裡拿回來, 這些教導, 我就不會受它認識的, 但是, 同時, 我也要講一句公道的說話, 在五神中和零一派, 的確很多人更新, 有很多人去宣教, 都是因為他經歷聖靈, 很大的改變, 這個是真實的, 是, 是一個真實的事, 是神真是, 大大的祝福他們, 所以呢, 我們去, 就是, 我們不去, 否定聖靈的工作, 聖靈真的做很多工作, 因為除了聖靈工作之外, 他們講了很多其他事情, 而聖靈工作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真是更新人的生命, 令到人很有愛主的心, 有些人呢, 我們昨天也有些姐妹分享, 就是怎樣祈禱啊, 我帶他祈禱的愛慕神, 跟著他們用生命更新改變, 並且父母想去祝福人, 幫助人, 這些都是聖靈臨在他身上, 帶來改變的。 OK, 有沒有人有事想問呢? 如果沒有呢, 我們… 我有, 我有事想問的, 牧師, 那譬如呢, 有人呢, 就會說, 你去, 譬如這樣, 你去牧師道, 靈音派的喔, 那我應該要怎樣說回呢? 我… 第一, 我不是靈音派, 我是… 你可以跟他說的, 我所有教導呢, 都是… 我是真是… 那你說, 你可以看他的影片啦, 你可以去… 看他的文件, Google Drive的文件, 是任何都可以看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的, 那去看一下我的信仰, 那… 我的信仰呢, 是… 傳統教會是可以接受的, 不過, 有一個部分可以接受到, 就是他們, 一聽到按手, 聖靈充滿, 醫治, 領袖神的聲音, 他們是全部都會否定, 定性為靈音派, 不過這些是聖靈有國, 但是呢, 在傳統教會是否定的, 凡是有按手的, 他立刻定它為靈音派, 他們來講呢, 靈音派的字盤呢, 是籠統的, 凡是經歷聖靈的人, 接受聖靈工作, 那些就叫做靈音派, 那所以他們沒有分, 根本他們不懂得, 不懂得靈音派的分別, 所以他們呢, 就會是, 好, 就是籠統的, 那一覺得那些人按手, 就不見了, 但是你看聖經呢, 聖經真的有記載按手, 並且耶穌說, 是手按病人病, 就比較好, 信的人比較實際, 所以, 那到底我們跟, 跟聖經的說話, 要是跟教會的傳統, 就是教會教落的, 有些教會是定了, 這些就是, 靈音派是錯的, 是有問題的, 是跟聖經的, 那他們定了的時候, 那到底我們跟神, 就是跟人的傳統, 那有些教會呢, 也都其實, 不僅僅是對於聖經的, 否定的, 對於很熱切愛主, 都會否定的, 就是他們都, 有時候他們不是否定, 有個心很抗拒, 為什麼你們這麼投入, 敬拜, 譬如有些甚至敬拜, 他們都列為靈音派的樣子, 那就是, 其實很多種層次的, 那他們呢, 就會說, 啊, 你們, 為什麼說到愛主, 那他們就覺得呢, 就好像, 極端了, 但是我覺得, 正經講到盡心, 盡勝, 盡意盡力, 整個人, 全人去愛神, 根本我們怎麼都做不到, 這麼完全的愛神, 所以, 就是, 這個, 這個控訴是比較奇怪的, 但是他們不是說出來的, 他們是見到你, 啊, 這麼熱切, 他們就會有種抗拒感, 就是覺得, 為什麼這麼認真啊, 那, 所以, 我就說, 你告訴他們, 我是真是跟隨聖經的教訓, 你不如, 問我一些, 我對於聖經的教導, 去看法, 我, 哪一方面, 合同聖經呢, 你可以告訴我, 曾經有, 聖經教會的人跟我, 就是, 去, 去問我, 去挑戰我, 就說, 啊, 你, 為什麼說到神的強力, 為什麼你說到, 啊, 按手祈禱, 得到祝福, 為什麼說到有些人, 可以有強力的, 能力去祝福人, 會發生的, 第一個可見的跡象, 一定是方言, 我就不贊成, 嗯, 明白, 牧師, 謝謝你, 好的, 謝謝你, 我想問, 其實現在是不是, 就是, 很多時候人家在想事情就是, 是靈音派, 和福音派, 這樣就是, 就是這兩樣, 就是, 比如說, 講你的, 講你的時候, 怎樣去形容呢? 就是, 比如, 我以前的班主任, 他就是說, 他自己是福音派, 就是, 他, 他是這樣定位, 那譬如你是怎樣定位? 即是怎樣去形容自己, 譬如我們現在是跟隨你, 我們怎樣形容跟隨了一個, 什麼的老師呢? OK, 其實呢, 在美國有一個福音派聯盟, 福音派聯盟是連了五場宗教會在內, 是, 我可以把這些資料給你的, 也都曾經, 神教會的, 他們的領袖, 會長呢, 是做過福音派聯盟的主席的, 所以呢, 福音派這個名單, 根本就是能夠說, 福音派, 靈音派, 因為五場宗教會都是列在福音派的名單裡面的, 不過他們通常的自然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不信聖靈工作那些就是福音派而信福音的, 但是其實神教會, 靈音派都是信福音的, 就是大家都信福音的, 分別是自受聖靈, 所以他們的定義就會說, 福音派就是不信聖靈工作, 靈音派就是信聖靈工作, 但是其實都是信福音, 所以福音派這個名字就不信聖靈, 那傳統教會另一個方法說, 不過有些人就不喜歡聽到的, 就是說,你說我傳統, 不過這個都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名字, 就是接受聖靈, 充滿的, 就稱為傳統教會, 我自己說, 如果你說葉思怎麼形成, 我真的很強調性經驗, 它是跟從聖經, 是從聖經建立任何的教, 而聖經是有講到, 整個靈更新, 親近神愛神, 尊從神師共生, 大戒命大使命, 都是葉牧師強調的, 就是葉牧師並沒有說, 有些人就說, 靈音派的人就在一邊, 但是你會看到我講到, 我很多不是講聖靈的, 你看我的講道, 很多都是講到, 如何遵從神, 愛神, 我愛神會重複講的, 這個另一個特色, 就是傳統教會, 少講到跟神這種親密的關係, 它多數是形容你營修, 祈禱, 看聖經, 你遵從神, 這樣就是形容同神的關係, 的確是沒有什麼, 好像我所講的, 用心靈成神, 敬拜愛滅神, 頂個心, 喜悅神, 歡喜神, 以神為樂, 他們會少一點這樣講法, 所以你可以說, 葉牧師真是跟從聖經, 聖經的教導, 但他同時相信聖經所講的, 聖經有講的, 那你是不是跟從聖經呢? 葉牧師就是跟從聖經的方式, 那我講一講呢, 那如果有人問的話, 你說我的背景呢, 在美國路德會, 我兩個聖經實學的, 聖字學位的, 首先我是有, 美國宣導會的, 聖經大學的學詞學位, 即是我在宣導會聖經大學那裡, 畢業的, 那是, 就是讀他們的神學, 那樣, 那由後來我在美國路德會, 讀, 有兩個, 一個呢, 就是讀師的, M.Diff, Master of Divinity, 就是讀師的, 另外, 我還讀了一個呢, 叫做Master of Sacred Theology, 的, 神學, 的, 是可以教神學的, 即是說, 讀這個, 石節學位可以教神學的, 而我兩個都是主修聖經的, 因為我是主修, 怎樣從聖經找出, 神的教導, 我是, 不是好像, 跟一個系統, 我是跟聖經去解釋, 建立一個神學系統, 那你可以這樣說, 他同事也是受情緒充滿, 而我的, 聖年充滿的方式是溫和的, 即是我就教人, 如何愛悟神, 享受神, 深信神的愛, 而我每一樣的作為, 都是有聖經的支持的, 那你可以跟他這樣說, 那你說, 他提升了很多人的靈性, 都幫了很多人尊重神, 福音, 講到尾, 面白, 面白, OK, 收到, 謝謝, 牧師, 你是不是主要都是跟從聖經的教導, 而你由於聖經的教導, 是對聖靈開放的, 是, 可以這樣說嗎? 你是跟從聖經, 對聖靈開放的, 這樣, 即是無論是福音派, 和靈音派, 都有一些改善的地方, 你是聖靈開放, 總之都是主要你跟從聖經, 是聖靈開放的, 這樣可以嗎? 是啊,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也不是經常講聖靈的, 我講很多人, 如何去親近神, 和遵從神傳的福音建立, 這是我所強調的。 但是你教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都是, 即是, 怎樣呢? 都是想聖靈的, 這個, 這個呢, 都是聖靈的年代, 是吧? 即是耶穌走了, 他說, 留回聖靈給我們, 那這個都是聖靈的時代, 算不算嗎? 即是耶穌已經回天了。 由初期教會, 在詩倫寺17節已經講, 神傳, 所以教會都是聖靈呢? 是, 神傳, 我要將我的靈腰灰化, 由初期教會, 一直都是, 神是想聖靈充滿他的教會, 在初期教會, 是有很多神的奇事發生的, 但是後來呢, 慢慢呢, 基督教呢, 因為當時是說, 被天主教dominates, 發生的過程是怎樣呢? 就是, 當時有不同地區的bishop, 主教, 而後來呢, 羅馬的主教呢, 自稱為, 是從彼得那裏承受這個權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是, 沒有聖經的根據, 即是他就說呢, 耶穌跟彼得說, 我要將教會建立在這個盤石上, 那他就說, 那他就是講彼得的信仰啊, 他所信的, 是,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兒子, 他就覺得是那個人, 那個人就代表他, 是不是他傳遞下去, 那些就會承受這件事呢? 那這件事是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去, 即是沒有去證明的, 但是他們呢, 就由, 即是說比德開始, 一個傳來的bishop, 就是承受了這個權, 所以他們有教會的權, 那就是, 他們就會有這個權並, 就變成了呢, 教會呢, 就禮而化, 變成了就是, 還有呢, 逐漸就是, 牧師呢, 就說了事, 即是他們不是牧師, 就是神父說了事, 甚至慢慢呢, 就是信徒不可以看聖經, 只是能夠實力人, 看聖經, 解釋聖經, 解釋聖經, 那變成了呢, 那些信徒跟神關係是弱了很多, 即是其實自從, 基督教成為台灣的帝國的國教之後, 開始, 因為神職人員, dominate, 即是控制了教會, 就變成了, 教會呢, 就缺少了這種生命力, 那而, 後來做馬丁路德, 改教呢, 就說呢, 是靠, 做那些, 他們的功德, 來遮蓋他們的罪, 他們講到, 就是那些功德, 那馬丁路德就說, 直信清言, 為什麼我直信清言呢, 因為聖經講到, 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直著信, 是恩信, 所以呢, 恩信, 恩惠信心, 直著信心, 是兩個人之不同的, 直信清言, 那就恢復教會, 對於聖經真理, 那這個是, 就是一層一層, 然後呢, 後來到了, 在一九零, 那時候開始呢, 就有人就是, 他們, 恩, 其實呢, 在十九世紀呢, 就有很強烈的, 宣教運動, 就是神感動人, 去宣教, 去全世界地方宣教, 但是當他們宣教的時候, 他們發現一件事就是, 缺乏能力, 正如我自己初期, 我發覺, 沒有辦法能夠, 有更新人的生命, 在我初期一路做護師, 是我提升不到人, 成為護師的, 就是沒有人願意, 沒有人有這個心, 那呢, 就發覺是, 提升靈命又難, 帶個信耶穌去願意, 回來教會聚會, 他發願意, 但是他提升他, 是覺得是難的, 但是當我經歷聖年, 充滿之後呢, 就容易很多了, 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聖靈感動他, 所以他果然, 所以他熱切, 那還有呢, 他為人祈禱很有能力, 那他就更有信心, 還有更想去祝福更多人, 其實很多人想的, 不過他覺得沒有能力, 但是他有聖靈的能力的時候, 第一他會心裡火焰, 他分享的時候會有火焰, 那還有他為人祈禱帶著能力, 所以呢, 就令到很多人, 就更加有心去師父, 那所以, 在這個, 十九世紀的, 專教運動的時候呢, 他們就去尋求, 怎樣有能力, 那他們就去聖經找呢, 就找到聖經, 說到耶穌說, 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必得著能力, 就要在耶路撒尼奧島, 自己的狀況見證, 聖經講那個能力是聖靈的, 那他們一路祈禱祈禱, 那時候呢, 開始有人說謊言, 這個就是五巡宗, 五巡節運動的開始, 五巡宗的開始, 那時候是一年九零零, 左右的, 然後一九零六年, 就有一個黑人祈禱, 將這件事擴闊, 因為他的地方, 在阿蘇薩加州的地方呢, 每天有三場聚會, 但是呢, 後來變成一場聚會, 因為那三場聚會的連貫, 是沒有停的, 那些人經歷勝利很強很強, 很多醫治, 很多人說謊言, 很多人得色狀, 很多人增生, 接著他們就出去宣教, 這個呢, 應該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 教會有很長的時間, 受了押制, 但是, 那是不是那些人又不得救呢? 其實他們, 看聖經, 他們相信聖經, 相信就算那些神父, 講的聖經, 相信耶穌的救毒, 他們一樣可以得救的, 但是, 的確那時候, 教會是節約的, 然後, 到馬丁路德改教的時候, 就是, 那個改變, 比較大, 然後, 到19世紀, 這個, 這個, 專教運動的時候, 也是大的, 當時呢, 很出名的就是, 有劍僑四子, 他們四個人呢, 就在那裡祈禱, 不斷祈禱, 就為了宣教祈禱, 那後來, 有一次呢, 很大雨, 他們就沒有買, 就是他們的地方呢, 就下雨了, 那他們就, 入了一個, 那些, 可能是, 那些, 那些儲物的房子, 那些草房子, 在那裡祈禱, 很迫切, 聖經很大感動, 他們就, 開始這個, 十九世紀的, 專教運動, 帶來這個世界, 很大的更新, 那, 就是, 那個歷史是這樣的, 就是, 不是好像, 說聖經等到末後, 才能臨在, 其實一向都有, 還有呢, 歷代以來, 是有不同的人, 說到有神的基礎, 不同的人呢, 都有說到, 他們有微妙的醫治啊, 或者見到一些異象啊, 或者那些神, 那些修士呢, 他們其中的時候, 就會聽到一個明小的聲音, 就是他們都會聽到神的聲音, 是, 歷代都有這些的基礎,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牧師啊, 這樣實在, 應該是, 聖經, 是, 很重要啊, 因為每個人都看得, 看得明啊, 那, 而聖靈呢, 那些人是, 感受不了, 那應該呢, 感受了聖靈更好, 就是, 感受了聖靈, 幫我們看聖經啊, 就是, 兩方面都要了, 聖經和聖靈, 會不會啊, 這個世代, 是的, 是的, 任何時間都是, 任何時間都是, 所以呢, 有些人說, 我們不走聖靈的路, 我就覺得, 聖經說了, 神的心意, 我要將我靈體的朋友, 是的, 是聖經說了的, 不過, 有些人就說, 你所經歷的, 不是聖靈, 我們怎麼回答他呢? 我們前兩天都有回答, 就是我們的生命的改變, 是的, 看得到的嘛, 生命改變, 我如果黏了邪靈, 不是這樣的嘛, 不是那麼敬虔的嘛, 難道邪靈叫你敬虔神嗎? 他們, 他們這樣又是, 太過分了, 就是說, 人家親近聖靈, 就變成親近邪靈, 這些是他自己很武斷, 他錯, 他們涉足聖靈, 就不足夠了, 如果聖經說了, 我們又不要, 這句我相信, 我們當然不會這樣說別人, 這樣吵架, 就是他們說, 譬如你領受聖靈那些, 是領受邪靈, 實際上他們已經犯很大的錯了, 牧師, 是的, 這個是很可惜的事情, 也都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人那種, 溝通在初期的時候, 經歷聖靈的人, 沒有聖靈充滿的人, 那個溝通上就不好, 而後來也都是, 傳統教會就開始起閘了, 起閘就是, 在他們的群體中宣告, 你們不可以去聚會, 這些教會是錯的, 是有問題的, 那就起了閘, 就變成了, 跟我們溝通是很難的, 如果是樂意和任何人, 溝通關於神的工作, 不就是聖靈的全面性的, 那我也都會這樣說的, 任何人, 有沒有經歷聖靈充滿都好, 你心裡火熱愛神, 親近神, 尊重神, 全副音, 建立靈命, 我都覺得神喜悅的, 聖靈充滿的分別是什麼呢? 是真是更大的能力, 和信徒, 他們覺得可以給神用,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大的分別的, 老師, 有些教會很離譜, 直接說, 你那幫人說謊言, 就不可以在我這裏這樣, 去過有一些宿舍, 這樣真的太過分了, 人家私下說謊言, 都不可以在你這裏住嗎? 他那裏接待宣教士, 好像去泰國, 見到有個營社這樣說, 那我覺得他過分了, OK, 我先想說, 就是說, 有些人, 他們很熱心愛主, 全副音, 建立靈命, 我都欣賞他的, 我不會說, 你會聖靈充滿我, 很重要的, 他在做神的工作, 神都會喜悅的, 神就是很廣闊的, 那他分別了什麼呢? 他就是, 如果他有聖靈充滿更大的能力, 聖靈充滿對於我們的靈命, 和建立人的靈命, 和大使命有什麼幫助呢? 那個幫助就是, 譬如我們傳呼聲的時候, 我們為一些人祈禱, 他們會經歷到盡量的平安, 釋放, 安慰, 感動, 醫治, 他們真是說, 哇, 神這麼真, 神真是幫我, 神真是關心我, 那他會對於神更加熱切, 更加容易, 更加容易從他的需要入手, 譬如他很煩惱, 他睡不著覺, 我和他祈禱真的睡得好, 那他就說, 哇, 真是好啊, 耶穌這麼好, 那我更加容易信耶穌, 這個就是大人信耶穌, 第二就是靈命更新, 就是說, 你看看, 你祈禱, 耶穌醫治你, 睡得更好, 那你以後多祈禱, 你就越來越睡得好, 健身也更健康, 還有, 第二天你可以給神用, 去祝福人, 你想不想啊, 有很多人聽到, 他可以給神用, 他是願意的, 其實基督徒有很多人願意, 不過他因為覺得, 在傳統教會有時候會這樣的, 那些沒有教導恩賜, 好像都不能做到事情了, 除非你做行政, 或者做那樣的, 那些管理啊, 撿東西啊, 清潔啊, 那些可以做的, 但是, 沒有教導恩賜那些人呢, 是沒有什麼崗位可以做的, 他們好像, 就是主要來聽道的, 聽道就乖乖了, 就是這麼多了, 那, 而我覺得呢, 每個信徒都知道, 他自己有這個, 神的能力, 他身上是聖靈降臨, 他身上是得著能力, 他身上是得著能力, 他現在信的人, 有神力除了他們, 他就為人來的那些人, 成功得容易, 更生了, 那他們就會有信心了, 可以給神使用, 所以在經歷聖靈的圈子, 是更多, 興起事項的人, 他們是更多人, 願意給神使用, 有很多人, 我幫他, 幫他靈活更新, 或者祈禱, 我說你可以以後給神, 那他聽到是很樂意, 他是願意被訓練的, 那這個就是, 很大的分別, 就是一能夠, 有這個強烈的果效, 那就是這個聖靈充滿, 帶來很大的分別, 另外, 有些人又有問題, 為什麼有些祈禱又得意志, 有些又不得意志呢, 那這件事就困惕著很多人, 那我會有幾方面簡單回答, 第一呢, 在聖靈強烈的存在, 就不是在今強烈存在, 是有分別的, 因為我自己帶領過, 很強烈存在的聖會, 當那些人很放, 很投入, 就是, 真是在這個聖會裡面, 一祈禱, 立刻會感受到神的能力, 這個是我們, 多次見面的, 我也都見到有些聖會, 祈禱好像很, 經歷不多, 他們因為那個, 本身那個祈禱又不那麼投入, 他們又不那麼放, 那就變成他們經歷很多了, 所以呢, 變成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祈禱也是不那麼明顯, 但是有些聖靈存在強烈的地方, 真是那個祈禱是強烈很多的, 那這個第一, 分別就是神的能力, 第二呢, 神也都有祂的主權,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人的祈禱, 但是神會祝福每一個聽祂說, 愛祂的人的, 那聖經裡就講到, 保羅, 初至全夫可以給加拉太, 因為他有病, 提摩太類似說是病, 可以省眉死酒, 以巴不提提, 有病, 甚至差不多要死, 特朗飛摩也有病, 所以呢, 聖經裡沒有說到一定是沒有病, 一定是聖不充滿的人, 一定是沒有病, 而且一定祈禱之後沒有病了, 另一個靈音派的強烈就說, 我為你祈禱, 你已經能夠醫治, 你相信, 你要相信, 你不相信, 你的病就不會好了, 但你相信就會好, 但明明那個人還沒有好, 但他說你已經得醫治了, 不過你相信就可以了, 那這些是造成了一些, 給了很多人的衝擊, 就是有一些人不太明白的地方, 那我就用聖經去回答, 聖經說了這些人不得醫治, 我們不要害怕, 說給別人聽, 有些人不得醫治, 於是呢, 就對於神的醫治, 沒有信心, 其實, 神的醫治, 是無論, 就是, 有些人不得醫治, 不代表我對神的醫治, 沒有信心, 因為我真的見過很神的性的醫治, 是真的可以, 有很奇妙的醫治的, 我們不需要, 因為有些人不得醫治, 而否定了神的醫治, 那這個其中有些人踢足, 還有有些人覺得我很難經歷, 那我就說, 你不用住在經歷的, 你愛神, 神已經很喜歡的了, 祂逐步會提升你的了, 你多愛神就可以了, OK? 好, 有沒有問題想問? 有, 有沒有事我想問? 是,你說 好像呢, 剛才葉姆斯, 你講得很好啊, 覺得, 人家傳福音啊, 真的都是贊成的, 有些呢, 譬如說, 婚啊, 什麼年因啊, 或者傳統啊, 或者福音派, 是, 這個是不是知識樹, 就是知識樹帶來的果子呢, 就是分辨, 有些人呢, 譬如說, 哎呦, 不喜歡聖年了, 覺得, 哇, 聖年會激倒啊, 那個邪念來的, 有些人覺得, 你很憐恩啊, 你那個教會, 相信聖年呢, 就是很憐恩啊, 有些呢, 就是那些傳統教會呢, 就是, 沒有聖年的, 我覺得是, 好像呢, 難聽一些說呢, 嚴重一些, 好像有少少偏啊, 是吧, 那個吉他 極端化了, 極端化了。 我覺得那是有點偏激, 好像。 就是從一個地方 歌曲一個地方 有些地方又不接受 覺得你在聖經上面說是有謊言的 你如果去傳統教會 有些人覺得你講謊言 你講謊言 什麼什麼 很多的問題 就是質問你 看著你的眼光是不同的 覺得你講謊言都要有人認識 反謊言的 不然你都是點點 好像定那些位 你明白嗎 有些人覺得先知一定要點點點 祖旺者 祈禱者一定要點點點 這些人有時候定了那些位 其實聖經 就好像教會 每個教會的神秘的 每間教會的意象都不同 是不是 都是神願意給他的屎女 仆人 長老牧師 願意爭行神的話 是不是 爭行教導 我們都要尊重 不要說誰不好 看重這個 偏... 有些輕太那個 我覺得都好像 那時候不是很平衡 為什麼分到這麼多東西 神都沒有叫我們分到這麼多東西 好像有些宣教是全福音 有些弟兄姊妹 全福音都是為主擺上 她都是有心願意信服主 有這個感動 她做的事都是神月娜的 我們都應該沒有分到這麼多 反正她為神做工 我覺得已經是很感應了 她有個榜樣可以激勵我們 我是這麼想 我覺得如果太分了 好像落在芝西樹那裡 好像很激 偏有些偏激 我這個感想法是不是合不合啊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說我們盡量用一些不好的說話去講那些沒經歷性的 或者有些經歷性靈的 雖然我同時我講出傳統教會有的問題 就是他們不接受性靈福音 而靈恩派就是他們不著重的那個 聖經啊 或者有些教導是聖經沒有講的 那五秦宗就是強調一定是第一個可見的跡象就是講謊言 那這些雖然我不認同 但是我都會說神是使用他們的 就是在傳統教會 我們聽到有些人他們怎樣愛神 傳統教會 我們都欣賞 那就不要造成分化了 這個是有的 是啊 是的 我都覺得是 而且永遠都不要說他們沒有聖靈 他有背改 有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願意改變 他是有聖靈的 不過聖靈存在強烈的程度 我們就 譬如我跟傳統教會的人呢 我就不會講 你們沒有聖靈充滿 我不會講這些的 我是會說 我們可以跟神有更加密切關係 神會很喜歡的 我會這樣講 我們將從神 神會很喜歡的 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你開始愛神 神就都復你了 這樣 這樣那些人更加容易接立 所以我去到 有些傳統教會請我講到 我是可以不提聖靈 但我會幫到他們愛主 或者是侍應神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的方法 OK 好 還有一些重要的回應 還有 想少少分享 我本身是一個傳統教會的 我就是經歷聖靈 在我一班的弟兄姊會 他們都看到 我可以當聖靈 其實是聖靈帶來的 引導我 或者幫助我 讓我用五分鐘 就可以帶到人去教會 五分鐘時間 去做傳福音 簡單傳福音 你來不來我教會參觀一下 他們說 好啊 就可以去到教會 甚至乎 亦都是在很多的弟兄姊妹面前 其實我是不是刻意 我是很無心 我是一個很簡單 真的真心的幫一個老人家 用手按他的腳 因為他的腳痛 要用一些掌握 我後來幫他做完討告之後 他無緣無故連他的腳都不要站出來 走出來找我 其實很多弟兄姊妹都看得到 一些我叫做成績歧視 是可以在我們身上發生 我覺得 我們只要願意去塵求神 我說話不是很厲害 我們只要跟隨 認識 更加親近 還有願意去效法 衛生 其實神真是會有很大的賞賤 和很多的能力可以給我們 可以為他作見證 講完 我叫做成績歧視 牧師要再把誰打開 好 我認同 不可以 我只是先生的說話 所以我有一點點的懷疑 你對我們說是沒問題的 但你們對他們說的時候 你多小心 因為五分鐘帶人回家會 就是我們 不是像誇誇了 我們所做的事也都不用課謊我多長時間 總之我發覺神真的賜給我的能力 更加用大人信耶穌 就不要說我五分鐘打一個人回教會 就是這些說話人家覺得是驕傲的 是啊 那時候我不懂 我只是將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 就馬上講給牧師聽 因為牧師說 咦? 阿冰 有位姊妹來了 我說是呀 那個姊妹就跟牧師分享 我剛剛五分鐘前在麥多勞認識她的 她說來教會 我又來教會 看看你們的教會是怎樣 這樣吧 所以我們講的時候我們都要小心 就是留意到我講的時候會不會令人覺得我驕傲呢 好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 有沒有問題? 牧師 我有一個問題 是的 我有一個問題 我混亂了很久 我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說過的 關於家族罪和自身的罪呢 因為聖經有說過有一句話 它說只要你相信耶穌信了神之後 神是說過他不記得我們的罪 he will remember no more 是寫得很清楚的 那為什麼很多的教導 就是說你信了神耶穌之後呢 你又要怎麼來到renounce 你又要怎麼斬斷 有些人說斬斷了 又斬不斷又要斬過 就是無論是家族也好 自身也好 那這個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早點說過 關於家族就有我的看法 你聽過聖經說吧 是不是 我早點說的時候你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聖經在場 我是遲了進來的 那我聽過 是 OK 我很簡單說回我聖經說的 就是說呢 他們根據呢 就是在聖經說到呢 聖經說到呢 是恨他的 他就自顧及自追討他的罪 聖經三四代 由這裡我有聽到 對 這裡你聽到 就是這裡我就會說 就說他愛神的時候 神就向他祝福 那所以呢 就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祖先所犯的罪 但是 如果我們覺得 啊 聖經是有 譬如 譚爾里 耶利米 都有為他國家的人討告 求神 丟臉他們 那 是不是他為他們祈禱 他們就會得救呢 就秘必的 可能這個是 就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集體有罪 那 在寧恩圈子就認為 這個就是說 這樣我就會斬斷了這個罪的影響 當我為他們認罪 如果有人覺得 是要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 我說自身 就是說自己的 我說自身就是 你知道 我們的自身 OK 好 那我先說到那裡 如果有人覺得 啊 因為聖經是有講到 但是 你還說 為到他們的國家的 子民的 罪 我們覺得有這件事 不想做 你是可以做的 不過 就不要因為 覺得自己做 漏了就害怕 不知道 神會不會咒了我 就不用怕這件事 我們愛神 神不復服的人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我們本身的聖經 是很清楚說到 卸臉 不過聖經也有講到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在聖經福音節五章十四節那裡講到 就是 犯罪是有後果的 但是我們已經犯了 我們沒有辦法改得了 那所以我們想回以往的罪 就不要這麼控告自己了 我深信耶穌 全都赦免了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回以前的罪 耶穌全都赦免了 但是呢 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說 我現在想回 我第一真的說 我們都可以說 耶穌你真是赦免我當時的罪 我們不用很長時間去講的 不過我就是講 我真是恨護 求主寫免我 並且我恨護 我不想以後再犯罪 或者以後有這個傾向去犯罪 這個是我們可以這樣基礎法的 我以後不想再有這種傾向去犯罪 不想再有這些罪的意念 求主幫助我 我憎恨這些罪 脫離這些罪 那麼這個是 我自己覺得是健康的 就是說 要我們能夠抗拒罪 但是只要說 因為那些罪 現在有就座 這件事就不合乎正經了 因為聖經是講到 耶穌已經除去律法的就座 我們做不到的地方 神是正面的 不過是真的有罪的後果 但是以往犯了的 我們都沒辦法改變 譬如很簡單 譬如很簡單 一個人 她和太太關係不好 離了婚 已經有一個後果存在 那這個後果 能不能回頭 知道 有時候我們做一些錯事 後果有時候會影響很久 譬如有個人犯了法 有個人和教會的人全部都吵架 和幾個教會的人都吵架 是很難恢復的 但是她真的肯聽話 肯去認錯 都可以恢復 某一個情況 我們知道 罪本身有一個後果 但是就不需要擔心 神還在那裏就座 神本身不是想就座 不過我們犯在罪 是沒有一個後果的 這樣的看法 心裏面就不要再控訴了 也都用聖經的一句話 就是一個罪人背改天上都為了寬情 那就是神現在很開心了 我真心背改你 威罪 背改不只是認罪 是真是憎恨罪 和憎恨罪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是很多人都沒有強調的 就是我憎恨罪 因為知道罪了不威性 OK 我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有 明白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就記住 我有啊 牧師 我有啊 牧師 我想問 當時 就是聖經年代 第一次聖靈囂貫下來 是不是那個時代 是最混亂最黑暗的 現在呢 接著九十年代 因為你也是在九十年代 經歷那個聖靈 就是經歷聖靈 那 接著現在呢 又沒有了那個風 或者吹得不晚 那 是不是 如果聖靈囂貫下來的時候 又是那個時代 是很糟糕的呢 我 我就不認同是這個人 我是覺得就是人的投入 就是 人 深信神很愛他 很想親近神 其實是集體去投入報告 那 譬如 就算在我們聖會呢 我都發覺有時候 有些人呢 我們祈禱 但是他們在那裡說話 就是 那就變成了 不是這麼投入 就是我們真的投入的時候 如果聖靈不立就是會更加強的 還有平時呢 更加投入是更加強的 那 神的祈禱可以再發生 就是我們不用 有些人就覺得呢 復興是很難的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沒有聖經的根據的 就是 復興其實是 是神的心來的 有些人就覺得 不斷祈禱祈禱 神才復興 其實神是整天都想復興的 我們 只要我們自己真心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神的人都多祈禱 遵同神去接受神 天啊 神就會復興我們的了 就是我們的群體的人 是可以個個都復興 而復興的人更多 分享他所經歷的復興 就會影響其他人 他怎麼改變 他分享其他人 那麼其他人就會受影響 就會帶動一群一群人的復興 譬如我自己去宣教 我發覺可能那些地方那些人 就比較單純 和需要大 我發覺聖靈的工作是強很多的 你看回我有些影片 有些呢 我在敏感國家 我是沒有擺上我的 你也可以遲些問我 我沒有擺上另一個問題 也有些其實他就沒有擺過上面 就是真的是很強烈的聲音 所以我們呢 就不要覺得現在這個時代不可以 只是我們怎樣去投入和應用 而一幫人集體討告的力量是更加大的 一大家都有這個心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神經上 那我自己都提我自己 應該有一件事做就是 那些不要那麼快按手住在祈禱的時間 大家一起投入的祈禱 不過有時候我看到我說 投入祈禱 但是那些人都沒有投入 就是他們還沒有做到這個 如果我們集體的很投入愛神 學武神 神經病的同在會加強 那也有一點我要講的 有些人已經經歷聖靈 又很清爽了 已經沒事了 我們不會看到他有什麼跡象的 我們不是說 他們沒有什麼反應 我們不用這樣做的 最主要就是 他們在聚會都是經歷神的同在加強 然後他就用了 用的時候他就把神的同在更強烈 而最好就是幾個人一起做 幾個人一起多祈禱 然後跟著他為人祈禱 他就會見到神更強的同在 在我自己的大令的聚會 我見過很強的同在 我也見過沒有什麼強烈的同在 也都有時候是因為 那些人根本已經接觸了 所以他在聚會裡面 都要接觸了 但是有些地方是很明顯的 就是有時候我試過在一個傳統教會 他們都有一點開放的 那個傳統教會 不過他說呢 我們這班聚會都沒有接受的 他就知道我是 就是會有聖靈的運作 那他說那你就不要那麼刺激 他說不要刺激 那我就沒講信息之前 我就首先講講 那我們經歷的時候就要去愛神 那我就用個吉他一直帶領他們愛耶穌 但是在這個過程他們已經有釋放 已經開始有人有感動 那跟著我們為了祈禱他們的經歷很大 就是我完全不是我去令到他們這樣 我只是帶他們去愛神 就已經帶了這些戶口 就是原來投入的時候是很大的分別 那另外另一件事就是這個疫情是影響的 就是因為疫情我們難以去宣教 那還有有沒有群體是想我們去幫助呢 那我是絕對是很想的 那如果大家知道有些群體想去認識聖靈工作 那我是絕對是很想去幫助他們 OK 就知道你了 因為我就認為復興是隨時可以來到 什麼時候人聽話就 什麼時候復興就在他的生命開始了 明白 OK 好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昨天都有人告訴我 祈禱的時候他們就經歷神的能力 在這一陣子我們都投入了 其實我們很感謝主 這個Zoom的平台 有些人都分享他們的靈性更加強 更加經歷神的工作 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的話 你站在身上放鬆求入全心愛耶穌 也都渴求聖靈更大的充滿 很想被聖靈更大的充滿 那求神去祝福使用 如果可以的話你一起站在身上放鬆個人去親近神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耶穌你真好 神你有一切的美善 所有的美善都來自你的 你是一位慈愛的神 滿有能力的主 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 求主幫助我們專心仰慕你 專心依靠你 感激你 讚美你 有神萬事足 Hallelujah 主啊 我們多謝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喜悅你 神啊你真美好 多謝天父 神你又很愛我們 你看重我們 你關心我們 你和我們一起 我們歡迎主耶穌 我們歡迎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更新 我們需要你加力給我們 需要你提升我們的生命 神啊我們需要你 求主幫助我們 同聖經去明白 神的工作 神的話語 也都明白 聖靈充滿 怎樣在 神的話語 和聖靈充滿中運作 我們歡迎主耶穌 我們多謝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主 我 更靠你 主 我 更靠你 讓我 心 以我 你 主 我 更靠你 以愛 更衝 我 我 心 將我 更 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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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擁 我 擁 你 擁 擁 你 我 屬於你 我 只歸 你 只歸 你 主 我們 將生命全歸給你 見上給你 求主 你使用 主 求你用你的愛擁抱我們 環繞我們 其實你很想的 只要我們渴求你 神 你一定臨在我們身上 我們多謝你 我們尊心愛你 尊崇 你 你 看重 從神而來的生命 從神而來的一切的福氣 我們全心全以下你的路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有神真是好 有神萬事足 有神 神一定提升我們的生命 我們感謝讚美天父 多謝讚美天父 全心愛你 全心依靠你 願你的名備尊崇 願你的名備高舉 願意人都愛你 願意人都聽你的話 求主使用我們 多些去見證神的作為 多些去影響別人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更新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與我們同在 Hallelujah 願你的名備尊崇 願你的名備高舉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Hallelujah 如果大家有祈禱有經歷 可以分享 為什麼我要分享 我不是榮耀自己 我是想你們分享 去鼓勵人 我們可以經歷聖靈更多 神的同事可以加強 這個是我想你們分享的原因 是想大家更加深信 我們投入期都是有過客的 OK 有沒有想分享一下 牧師 牧師 你那首歌是 你那首歌的歌名是什麼 如果我僅靠你 是神賜給我的歌 我自己作 你自己作 在《輕鬆得性》那本書 在《輕鬆得性》那本書 是否有的 那本書呢 有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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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已經流眼淚哭 很感動 是 就是這樣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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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經文 就是提摩太后書二章二十一節說 人若自結 脫離悲戰的事 就必作為眾的器名 成為聖結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你提託 這個經文 是 人若自結 脫離悲戰的事 走在聖結的路 脫離悲戰的事 就會成為聖結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其實就是 很想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那我鼓勵大家 可以的話 都可以用我們的手機拍照我們的見證 分享擺上網 我們影響人的力量更大 因為我們多元化去見證也會 分享神的作為 亦都可以分享歸聖結的工作 因為呢 多人去這樣分享 但是很真實地分享呢 是會影響其他人的 就是有些人看了之後 會受到 那也有很多人看了我的影片 對於聖結更加開放的 OK 好 那我希望大家都 善用你有的資源 如果你不懂得怎樣 你可以回應的 那也都可以有時有帝兄姐妹 在群體那裏 發出怎樣做這些事情 那這件事我可以分派給一些帝兄姐妹 例如 我不知道哪一位是熟悉這些方法 就是我本身是熟悉 不過如果教育就要選擇 那如果有人說 我想學習怎樣擺上網 怎樣開YouTube Facebook的account 怎樣去做見證 怎樣把這些影片擺上網 那可以有人看字畫 我願意幫你 可以直接去溝通怎樣做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機會 建立其他帝兄姐妹 都可以 過程可以幫她 怎樣做得更加好 OK 好了 那有什麼問題 你坐在群組那裏發出 祝大家 你幫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好 到 福斯 抱歉 最後一個問題 你那首主我緊靠你 你說在輕鬆得勝那裏有 是不是你自己自彈自唱 我會輸 我知道 那你有沒有一個是自己自彈自唱 那你在那本書呢 後面呢 你會看到 有二維碼的 最後那裏呢 每一首詩歌有二維碼的 你一讀 你就會去到那個影片的了 OK 我明白 即是看到你自己彈唱的了 是啊 你會看到的 明白 OK 我知道 謝謝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